旅居英國的台灣僑胞和學子 揮舞著國旗 組隊參加倫敦的年度盛事 倫敦市長巡遊 現場熱鬧非凡 我們很高興 我們能夠再度的來參加 倫敦的Law Mill Show 這已經有800多年的歷史 那我們今年是第二次參加 展現我們台灣的特色 我們希望今年的活動 非常的順利 非常的成功 也感謝很多僑胞 很多留學生的支持 眾多巡遊隊伍中 台灣的隊伍挺著印有 台灣大字的橫幅向前邁進 更請來三尊電音三太子同行 吸引外國民眾好奇 要求合影 另外台灣黑熊吉祥物 歐熊和國際航空等四組大型氣球 漂浮在倫敦空中也相當吸睛 對於民眾的支持 對於民眾的支持 也許多錢會提供 很多民眾的支持 所以看台灣的參加 我非常開心 倫敦市長巡遊活動的歷史 可追溯到西元1215年 當時英國國王約翰一事 允許民眾選出自己的倫敦市長 因此每年選出的倫敦市長 會從倫敦市政府游行到西敏宮 承諾對王室的效忠 今年是第803年 舉行倫敦市長巡遊